好的,現在 先打板 今天來做一個那個Cisco Web ES 的那個 會議系統的 安裝,安卓版 好,首先打開Play商店 然後呢,在搜尋這裡打 Web ES 好,那我們就點Web 如果出現Cisco Web Meeting 我們就選這一個 好,選安裝 好,選開啟 按接受 確定 餘律允許 然後選 僅使用期間允許 一律允許 一律允許 好,那如果沒有帳戶請先註冊 好,輸入點 好,這裡輸入你的名字 好,輸入你的姓 好,選擇國家 咦,沒有烏拉圭 好,那就選台灣好了 好,按繼續 好的,如果你出現的是英文 你這邊可以選下你的中文 那你如果是簡體就是簡體 如果是繁體就是繁體 好,現在已經就緒 好,新的帳戶已經已準備就緒 好,我們向您發送一封電子郵件 其中詳細介紹 了如何訪問您的帳戶 OK,好,現在打開郵件 好,收到一個Cisco的Web ES 好,那這邊 我選擇建立密碼 好的 新密碼 好,我用簡單一點的 就是用 A B C D 1234 OK,那可能這裡要輸入你的原本的密碼 好 好 確認新密碼 繼續 好,我們現在回到 剛剛已經安裝好的 CiscoWeb ES 按開啟 好,我們剛已經註冊好了 好,我們現在用登錄 好,輸入剛才申請的E-mail 下一步 好 好,選舉網站 我們選 第二個 好了 我們選擇 你們選擇 還要送卡 好,輸入郵件地址 好,記得你的密碼 好,選加入會議好了,一律允許 好,輸入你的帳號 好 先登錄啦,先登錄再能使用 下一步 先第一個好了,輸入密碼 下一步 好,已經登錄了,按儲存 開始會議 下一步 好,確定 準備 加入了嗎?開始 好 正在連線,稍等一會 好的 那這邊就會出現 視訊的位置 那個會議室號碼 如果你是會議的主持的話 就會出現這個會議室號碼 好 那你現在看不到自己對不對 或者是你講話對方沒有聲音 你就把麥克風打開 左下角的麥克風打開 還有呢 把那個攝像頭打開 好,選開始我的視訊 好,就可以看到自己了 好的 那你如果我是會議主持人的話 你就要告訴人家你的會議室號碼 那 或者這邊可以用邀請 透過郵件邀請 好,所以你一定要跟對方要 預先 Henüttes 或是提醒受搖者 等一下 聊天 好,所以它的Web-es 就是你一定要 使用 E-mail 好,然後才能夠邀請 好的 那这样是不是很简单呢